那主要是因為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創黨我就加入 然後民眾黨是我第一次加入政治圈的第一個政黨 就等於說是我第一次從政的政黨就是民眾黨 那所以在加入之後就開始打大選 打大選之後呢我2021年跟2022年的時候又自己參選是議員 那後來又結束之後也沒有休息又回到黨中央繼續工作 那後來就被調到就是黨團的副主任的這個位置上 然後接著就是開始打總統大選 所以其實我這一路來就是這四年多來其實完全沒有停下來休息 那其實我本來前陣子就一直在思考說到底 可能什麼時候可以先稍微暫停下來 那我其實應該要感謝志涵才對 因為志涵他就是來當黨團主任 我就覺得我很安心 因為他等於說他可以把文宣的業務把它接手過去做 那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有放下一顆大石頭 就覺得那好像我可以先稍微暫停一下 那所以就是變成說現在有關就是我原本的業務 可能暫時就會先由志涵這邊來協助做一個處理 那其實我最主要的話當然就是希望先休息 先沉澱一陣子 然後當然也多配備我的家人 那後續上我其實也有規劃說希望來準備就是跟進修 我想要再繼續讀碩士 所以有些新的仙芽的這個規劃 那至於要不要參選的話 其實我也有跟包含就是主席這邊 然後還有山山委員這邊 其實我都有表達意思是說 因為既然我現在是要先休息的一個狀態 那假設說黨內有人希望可以先去經營中性這個選區的話 那我覺得就歡迎大家可以先去幫忙黨可以先去做經營 就不用先太考慮我 因為我覺得黨的整個整體的一個規劃跟進度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包含主席然後包含黨內的許多長官 其實我都有跟他們其中的就是一直跟相關的一些想法 那他們當然也是會覺得很突然 就他們也會覺得怎麼會突然這樣子 那當然他們也有想說 你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想一下 就是不用那麼直接做決定 那他們後來其實也是說就是尊重我 這個哭的一定是有受到委屈啦 正常的如果是自己真的累了要離開 不會哭到這樣子這麼的激動 正常應該是就是我就是輕輕的走 他不用受訪啊 他為什麼要受訪 通常像我如果要休假去日本 我根本就超嗨 我怎麼會哭咧 慧貞姐我也覺得這樣寶寶這樣 其實大家看了也是滿不舒服的 其實應該是說很顯然他就是被那一些姐姐們給圍翁 那因為他是裡面唯一的正常人 那他們這些不正常的 就是比較激動化的 比較戰狼派的 戰狼派的可能沒有辦法接受他 那從他剛剛這樣簡單講的一個情況起來 我認為就是說他過去四年 他自己也認為自己非常認真在自己的崗位上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變成是 陳志涵空降他的一個主任之外呢 我認為他可能又把他派到前線去打仗 未來兩年之後的佈局 但是那兩年後他剛剛也講了 如果是衝進去的話 他暫時不用考慮我 所以講白了 我好像被你當一個棋子 一會兒在這邊弄蹲了四年 我也做得好好的 那你有人來馬上把我纏走 然後又叫派 東派西派 感覺是完全不尊重 那當然他話沒有這樣講 這是我自己解讀 你也可以說是我過意超意見縫插針 可是我只是講 我們在職場上打滾這麼多年來 你有看過哪一個 就是自己開開心心要去休假 人會哭成這樣的 通常就是有苦說不出 有被人家 又不能講 不能講 所以那你說不能講 其實慧正出來講 我想他也有他的一個考量在 就是說有一些話他可能不方便講 但是他對於長期以來在媒體前面 然後也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還是要有個交代 所以但是大家看他今天他的反應 其實就等於是那個周子瑜嘛 道歉版第二嘛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反而這樣子的螢幕 他反而會激起更多人 認為柯P真的用人上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至於立法院剛提到的 國昌老師 簡單講就一句話 你就看了一個小孩生一個小孩嘛 就是傅昆琦 隨便就講了一句什麼理智慧 然後搞到後來 現在要開一個這樣的協商會 協商會之後 結果後來國昌老師 又給你將軍弄成這樣 那我覺得整件事情 不管是從今天的寶寶的 這樣子哭著梨花帶淚 然後或者是說國昌老師 就是直接要跟那個傅昆琦這邊 或者是給他難看 我覺得民眾黨未來的戲 不管是黨內或黨外 或是整個三黨之間的朝野鄉 都是充滿了戲位